文文尔,二叔在年轻的时候一直派着养儿子,结果婶婶接连生了两个女儿,一直到二叔快自食了,才在第三排给二叔生了个儿子。 可想而知,二叔对这个儿子非常的用心,不仅玩具,衣服,生活用品,会给儿子买最好的,还是是宠着儿子,结果养成了儿子江峰的性格,就连两个女儿也不怎么喜欢他。 原因在于,一方面二叔太重男性女了,常常因为儿子忽略了两个女儿。 另一方面,二叔虽然对儿子很好,但是自己平时的作风有问题,儿子根本看不惯父亲的一些做法,即使父亲对自己再好,也觉得父亲做得不对。 其实,生活中也有很多像二叔这样的父亲,他们虽然都很爱自己的孩子,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孩子的尊敬。 这样的父亲大致都有以下几个特点。 重男轻女,有些父亲虽然儿女双全,但是对待儿子和女儿,完全是不同的态度。 对待儿子的时候,买玩具,买零食,买衣服,逗孩子玩,但是轮到了女儿,就完全是另一种态度。 这样的父亲会给女儿带来很大的伤害,又怎么会得到女儿的尊敬呢? 喜欢打中脸充胖子,男人都比较喜欢面子,但有些人的面子是自己正的,有些人的面子是靠强撑的,就拿我的表叔来说。 只要自己的亲戚朋友找他借钱,即使自己家境本来就不富裕,还是会很爽快地把钱借出去,因此常常和婶婶闹别扭。 孩子们自然也很讨厌这种行为,坏毛病多,脾气差,有些父亲坏毛病很多,吸烟,喝酒,晚归,尤其是喝完酒,或者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情。 只要一回家就找茶,常常因为这些事情和婶婶吵架,孩子们在一个总是吵架的家庭,自然也过得不开心,又怎么会喜欢这样的父亲呢? 从来没管过孩子的事情,还有一些父亲,下班以后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玩手机,或者有一点时间就出门去玩。 完全不顾为了这个家庭在忙碌的妻子,看着自己的母亲生活得这么辛苦,孩子肯定会非常心疼,长此以往也会觉得自己的父亲很不负责。 怎么培养出高情商的孩子,如何提高孩子的成绩?孩子和自己的关系不亲近怎么办?孩子爱打人是因为什么?孩子脾气特别大是怎么了?孩子总爱看电视,买手机该如何引导? 如果你有这些疑惑,世界上没有哪所学校的教育,能比得上妈妈的阅读更重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